台北市的重物市主們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重物公會理事長張建林 今天非常高興也非常的榮幸 在這邊在座舉行第十屆台北重物跨年加尼亞華的活動 每一年這時候我們都是在星光三月的香蹄大道來舉行 今年其實我們活動的種類比以往更多 我們主要辦的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寵物的市主 甚至非寵物市主都能夠共襄盛行 是一個人與寵物之間互動的一個互動機會 那我們覺得我們主要的還是以這個家庭溫馨 有趣、好玩、運動、競技、動保、公益、文創、娛樂等等 主為重點 所以跟一般的商展可能不太一樣 我們想說這個如果今天他們說可能天氣可能比較熱 可是我覺得你們家的狗狗其實四條狗狗不應該常常放在冷氣房裡面 其實應該多讓牠出來走走 入午晒晒太陽 那對牠們的關節、退化也會有些幫助 那再來我覺得今天嘉年華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繼續的能夠多幫我們宣找、多支持 那除了今天以外明天還有一天 我們是在4月4號到4月6號 中午12點到晚上8點鐘 那希望各位能夠多多支持 謝謝各位 來吧 謝謝各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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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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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